中国古代,预言故事 蒙鸟筑巢 南方有一种鸟,名叫蒙鸟 蒙鸟快要养孩子了,它想要来一个窝 树叉上太高了,宝宝若掉下来肯定就没命了 盐缝里地方又太小了,孩子们住起来不舒服 草丛中会有毒蛇 有一天,它猛然看见一片芦苇丛 芦花飞扬,很是漂亮 于是,蒙鸟灵机一动 这片芦苇不高不矮,既挡风雨又隐蔽 我何不把巢建在这上头呢 于是,它选择了几株比较牢固隐蔽的尾子 开始了建立家园的活动 它不惜用发丝和自己的羽毛编织起来 做成了一个精美的巢 并把它结在了尾杆上 开始舒舒服服的孵小鸟了 没想到,突然有一天晚上 狂风大作,暴雨倾盆 芦苇折断了,鸟蛋打破了 里面的小鸟也被雨淋死了 蒙鸟之所以遭到这样的不幸 正是由于它把鸟巢建在了经不起风雨袭击的芦苇上的缘故 基础不劳,一切努力都是突然